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国际企业概论 各位同学好 欢迎收看国际企业概论教学节目第十一讲次 今天我们要为各位同学 继续延续上一个讲次的主题 国际经营策略与组织结构 我们在上个讲次 我们为同学介绍了国际策略规划的程序 以及国际企业使命与目标 同时我们也介绍了国际企业 在进行内部跟外部分析的时候 所需使用的工具 那相信同学已经对这个主题 有了基本的认识 那今天我们的课程中 我们要继续谈谈经营策略 以及组织的结构 所以在我们今天的单元目标里面 我们会为同学介绍 第一个是竞争策略的类型 再来是我们也会介绍到 国际经营策略的类型 最后我们也会说明一下国际企业的组织结构 好 现在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课程 我们晓得上一个讲次 我们曾经说过国际策略规划的程序 有四个步骤 包括第一个发展企业使命与目标 第二个步骤是分析内部与外部环境 再来是形成策略 最后一个步骤是执行与控制策略 那上一个讲次里面 我们讨论到发展企业的使命跟目标 以及分析内部与外部的环境 那今天的本讲次要介绍的是 策略规划程序的第三个步骤 形成策略的类型 以及执行与控制策略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形成策略的类型 我们先讨论一下竞争策略的类型 好 竞争策略是首先由学者波特 他所提出来的 那我们从这个图上面 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波特以两个轴面来做区分 横轴的部分 他以竞争优势为做其中一轴 那纵轴的部分 他以竞争范围来做标准 那其中呢 横轴又可以分成独特性跟低成本 纵轴呢 可以分成全面性跟区隔性 那透过这样子不同轴面的一些变数 我们可以归纳出有三种竞争的策略 包括成本领导策略 以及差异化策略 以及第三种是集中策略 好 我们首先先来介绍一下成本领导策略 什么是成本领导策略呢 是指说企业他要追求整体的营运成本的降低 以达到他们在竞争上的优势 那一般来讲的话 成本领导的做法有以下几种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低售价 低售价指的是以相对竞争者而言 以比较低的价格售出 我们举个例来做说明 在网路上贩售的机票比较便宜 比实体的旅行社省下了人力成本跟店面的费用 或者是说我们常常知道 像美国的戴尔电脑 它是以直销的方式来销售电脑 所以他省去了一些通路的成本 直接把这个售价 以较低的售价回归给顾客 再来我们看一下第二种做法是低采购成本 低采购成本的话 我们晓得过去国内的乳制品的来源 大都是像纽西兰或澳洲两个国家来采购的 后来许多厂商基于成本上的考量 开始转向大陆寻求更低更便宜的采购来源 第三种的做法是低人工成本 我们这边举个动画的例子 全球的动画片主要是以手绘为主 每一秒的动画需要十二张的构图 如果是一部二十分钟的动画的话 往往就需要两三万张的图片 因此需要使用大量的人力 国内的动画厂商基于人力成本的考量 所以他将上色 扫图 业务 交给大陆的分公司去制作 那自己则是制作主要的构图 好 那第四种做法 我们来看看是达到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指的是随着产量的增加 单位生产成本的降低所产生的利益 像是晶圆代工或者是液晶面板 他们都是希望能够积极的提升产能利用率 来达到规模经济的目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种策略 叫差异化策略 什么是差异化策略呢 是指说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 来与竞争对手有明显的不同 那我们也一样来看一下 差异化的做法有哪些 首先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 产品设计 如果企业能够塑造出独具特色的产品的话 它也可以做出跟对手不一样的产品 像是欧洲的车子 他们讲求的是产品的特色是安全 但是台湾的车款讲求的产品特色 则是配备齐全 所以有人会用按摩的座椅 恒温的装置 甚至液晶电视 操作型的荧幕等等 好 再来我们看第二种是 位置也可以达到差异化 什么是位置呢 是指说交通枢纽跟便利性 像我们知道这个麦当劳素食店 或者是星巴克咖啡 他们都会在人潮众多的车站商店来做设点 好 我们看第三个差异化是 你可以透过时机来做差异化 什么是指的是时机呢 是指说某些环境中 如果你是先驱者的话 比较容易取到先战的优势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第四个 产品的组合 产品组合指说 是希望提供顾客一次购足的服务 我们晓得目前台湾有许多大型的购物中心 它可以提供家庭的不同成员的不同满足 比如说小朋友去到购物中心 可以买玩具或文具 那妈妈可以就买女装 爸爸可以买西装 那全家也可以到美食界去吃午餐等 所以它可以做到一次购足的服务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五种是策略联盟的方式 透过策略联盟企业之间彼此合作 来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 像我们知道麦道老会跟迪士尼电影合作 推出各式各样的儿童玩具 好 最后一种的差异化作法是透过生育的方式 企业有良好的生育 比较容易取得到消费者的信任 像我们知道 兵士在汽车厂上面有很好的商育名声 所以品牌本身就成为身份地位的表征 好 介绍了差异化策略之后 我们接下来看第三种是集中化策略 集中策略的话是指说 企业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某一些特殊的区隔上 以满足特定消费者的需求 同样的他也有以下的做法 包括他可以选定特定的地理区位 或者是他可以提供特殊的购买者 我们用这个来举个例子 以奶粉业者来说 他除了生产儿童专用的奶粉之外 也会针对女性族群 推出一些高铁高盖的女性专用奶粉 那对老人家的饮法族 也会推出一些营养奶粉 那对病人也会推出一些营养补给奶粉等 这就是针对不同的购买者 来推出不同的产品 好 我们看看第三种的做法是 可以特定的设定特定的系统标准 这个大家都知道 我们知道是PHS推出一个低功率 无线通讯系统 它就与传统的GSM系统定位不一样 好 最后一个种 集中化的做法是指某部分的产品 譬如说像牙膏 它会主打预防蛀牙 美白牙齿 抗敏感等产品 好 基本上波特的竞争策略 可以提供企业来对自身的评估 所以企业必须在从中间选择一种竞争策略来执行 而不可以走中间路线 也就是说一下子踩竞争成本领导策略 一下子又踩差异化策略 或者你有选集中化策略 好 我们稍微做休息 下一阶段我们继续介绍国际经营策略的类型 好 我们现在开始介绍国际经营策略的类型 我们晓得跨国企业除了一般的竞争策略的类型之外 还需要拟定一套合适的国际经营策略的类型 那一般来讲国际经营策略类型 我们可以以2005年Hill他所提出的分类标准来做说明 从这张图上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Hill将以两个轴 第一个是他以当地化回应的压力作为横轴 那他另外以成本降低的压力作为纵轴 那透过这两个轴 他共同形成了四种不同的类型 分别是国际策略 全球策略 以及跨国策略跟多国在地策略 以下我们开始一一地对每一个策略类型来做说明 好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国际策略 当我们晓得企业在面对当地化回应压力比较低的时候 同时他成本降低压力也很低的时候 可以适用采用国际策略 那国际策略有什么样特色呢 是母国他可以专心的研究他研发他的产品 同时他也可以在海外的地主国来制造 以及行销他的产品 另外呢 母国总公司他可以保留市场跟产品的紧密控制权 海外的市场只是母国的复制品 好 那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呢 像PMG PMG在美国以外的市场像欧洲日本等地区 他都会设立工厂来生产他们的消费性产品 同时呢 他也会以美国所决定的行销策略来进行行销 或者是像繁巨环斗层 他也是国际策略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例子 那采用国际策略有什么样的优点呢 第一个他是可以移转到母国特殊能力到海外市场 如果海外当地的市场是缺乏的时候 他们就会想要跟这个母国总公司购买 于是呢 这个移转的国家呢 公司就有利可图 那这个国际策略有什么样的缺点呢 第一个他忽略了当地回应 再来就是他没有办法获得趋位经济的效益 那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区位经济呢 这边我们就要介绍一个专有的名词 所谓区位经济指的是 企业会在全球选择最合适 而且成本最低的地区区位来生产他们的产品 然后再销售到世界各地 好 再来我们来看看第二种国际经营策略 是多国在地化策略 那多国在地化策略我们从这张图上面可以看到 它比较适合当地回应压力高的时候 那成本降低压力比较低的时候是适用的 那这个多国在地策略的特色是指说 它可以调整产品跟服务 然后以充分来满足各国消费者不同的需求 那比较代表的企业我们举日本的丰田汽车 日本的丰田汽车去美国设立汽车厂 那它将车体扩大 车内的空间自然就加大 以符合美国消费者的需求 那采用多国在地策略有什么样的优点呢 第一个是它可以生产客制化产品进行销售 什么叫客制化 也就是它可以销售顾客特殊需求的产品 再来第二个优点它可以回应当地的需求 那它同样有两个缺点 第一个是它没有办法获得趋位经济的效益 那再来第二个它没有办法获得经验曲线 那这边同时我们也要再为各位同学介绍 什么叫做经验曲线 好 所谓经验曲线指的是 从事某一项工作的经验累积 可以降低所需要投入的成本 我们这边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 像我们知道喷射客机 它的制造成本非常的高 那工人他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训练 才能够累积经验 之后的话他们在生产操作流程 就会越来越熟练 那么成本就可以大大的降低 好 我们再来介绍第三种的策略类型 叫做全球策略 全球策略什么时候比较适合采用呢 全球策略当地回应压力比较低的时候 那成本降低压力高的时候 企业就比较喜欢采用全球策略 全球策略有什么样特色呢 我们也来看看 第一个他不考虑到需求 他只是全力集中在降低成本的一种经营策略 再来第二个是 他偏好在全世界行销一种标准化的产品 他藉由经验曲线形成规模经济的效益 那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呢 我们可以知道像三星集团他生产D-RAIN 或者是台湾的力金半导体生产的D-RAIN 都是一个代表的一个例子 这些产品呢 他会随着产品的成熟跟普及 这种策略通常最受工业产品的欢迎 好 那采用全球策略有什么样的优点呢 他可以获得区位经济的效益 不过他的缺点就是他没有办法 他会忽略到当地回应的需求 好 那最后一种我们介绍一下跨国策略 跨国策略什么时候适用呢 我们可以从这张图上面来看到 当企业面对到当地化回应压力是高的时候 同时成本降低压力也是高的时候 这时候企业就会比较偏向采用跨国策略 那跨国策略一样我们要介绍一下他的特色 企业呢 他必须同时追求成本的降低 然后同时也必须要回应到海外市场不同的需求 那比较具有代表的案例 像是麦当劳或者是披萨的必胜客 他们在全世界各地都会去寻求原物料最低的供应地 再来呢 他们也必须要制作符合当地消费者口味的产品 譬如像麦当劳他们进军印度市场 就必须推出所谓的素食汉堡或者是羊肉汉堡 那泰国他们在推出饮料上面就会做改良 又推出榴莲汽水 好 那采用跨国策略有什么样的优点呢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优点是 它可以获得区位经济的效益 同时呢 它也可以制作客制化的产品来进行销售 第三个优点 它取得全球学习的效益 在这里我们同样也要介绍一个观念性的名词 什么是全球学习 所谓全球学习指的是 产品或技术的流向不是单向的 而是不仅由母公司流向国外的子公司 也会从国外的子公司流回母公司 这个意思是说 在国际企业之中 特殊能力并不是属于母国的 它也可能由任何一个海外子公司所发展出来 然后因此技术跟产品的流向不再是单向的 好 那同样我们来介绍一下 采用这个策略有什么样的缺点 缺点就是不容易实行 主要原因是因为你在追求当地化的过程中 无形会提高你的成本 而你追求成本当中 你又没有办法兼顾到当地化的差异 所以对企业来讲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 那以上是针对国际化经营策略的类型做一个说明 那下一个阶段开始的话 我们会为各位同学介绍国际企业的组织结构 我们先做休息 好 我们知道上一个阶段 我们介绍了国际企业的经营策略的类型 那我们晓得有效的执行策略 必须要有一个合适的组织结构 所以这个阶段开始 我们来介绍一下国际企业的组织结构 当企业国际化在早期阶段的时候 由于只有少量的出口 所以国际的业务 由这些可能由一些负责国内业务的部门 来这个兼责负责就可以 但是当国外业务逐渐变多的时候 许多的企业他会开始成立一些海外的专门的业务单位 来负责一些出口的事物 所以海外部门的组织 这时候大致上就可以分为以下的几种 第一个是国际事业部 或者他可以依照功能别来划分成功能别组织 产品别组织 地区别组织 还有矩阵式组织等 那首先我们先来谈谈国际事业部组织结构 那什么是国际事业部的组织结构呢 是企业呢 他设立一个独立的部门来统筹管理国际化的活动 并且指派资深的管理者来进行 我们可以从以下这个图来做说明 这个图中可以看到 国内部有三个产品线经理 A产品线经理 B产品线经理 跟C产品线经理 那内销的部分的话 就由这三个产品线经理来负责 那外销的话呢 这时候就设了一个国际部来负责 那国际部主要的中心在于北美的及欧洲地区 那同样有设有两个经理来负责 负责ABC产品的销售 好我们再来看看国际事业部组织 它有什么样的优点 首先看一下它第一个优点是 由国际部门负责外销事宜 可以累积国际经验 达到专业分工化的目的 那它第二个优点是 它可以分担总裁的工作 减少总裁从事国际营运管理的负担 那同样的这个组织有些限制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第一个限制是 营运部门分成国内跟国际两个部门 容易造成抢夺内部资源 而造成竞争或冲突的现象 那第二个限制是 国内部门的管理知识 它很少会被用来协助到 国际的扩张及问题的解决上面 我们知道美国企业 大概有60%左右 他们在初次从事国际活动的时候 都是采用这类型的组织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种叫做全球功能别的组织 什么是全球功能别的组织 我们先对它做一个介绍 是指说某国的总公司 它会依照组织的基本任务的功能来划分 譬如说分成生产部门 行销部门或者是研发部门 人事部门等等 好我们同样的可以由 以下这张图来做说明 从这张图上面可以看到 生产部门必须同时负责 国内的生产跟国外的生产 同样的研发部门也必须要 负责国内及国外的研发活动 那行销部门也必须负责 国内跟国外所有的销售活动 那总裁在这里 他必须要去协调生产 研发行销这些部门的资源 是一种 这是其实是一种 比较集权的组织结构 那采用全球功能别组织 它有什么样的优点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小规模的公司 高阶经理人 他可以用集权的方式 整合各项的功能活动 再来第二个优点是 各单位的任务功能都 没有重叠的问题 因此它就不会产生资源配置 重复的浪费 好 这样的组织 它也有它的限制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第一个限制是 各个功能部门的主管 他们只有针对特定部门负责 所以他们在思考上 也比较狭隘 再来第二个限制是 各个部门的部门人员 他们对于其他部门的事物 都不尽了解 所以没有办法 对于每个业务 有深入的认知 好 接下来我们来谈 第三种是 全球产品别的组织 全球产品别组织 指的是说 跨国公司将它所有的产品 分成几个产品部门 每一种产品部门下面 还有他们的国家别 以及拥有自己的生产 行销 研发等等的活动 好 同样的我们也举一个 这个图形来做说明 从这张图上面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有三个产品部门 分别是A产品部 B产品部 以及C产品部 那A产品部门 销往X国家跟Y国家 那B产品部门的产品 就销往X国跟Z国 那每一个部门下面 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独立的 生产 研发 行销等等的活动 那当企业采用全球产品 别组织的时候 它有哪些优点呢 第一个它的优点是 以产品来做区分 产品的相关知识 比较容易在国外子公司 跟产品部门之间流动 再来就是第二个优点是 产品经理容易掌握 国外客户的需求 好 同样的这个组织 也有它使用上的限制 第一个是 同一个海外地区 各产品间的协调困难 我们由刚刚那个图形 来对这一点做说明 像刚刚那个图形上 跨国公司在美国 销售产品A 产品B跟产品C 那由于各个产品之间 是缺乏协调整合的 因此产生协调整合上的困难 好 再来我们看回来 第二个它的限制是 各个产品别 它们都有设置自己的 生产 人事 行销 研发等部门 因此功能部门别资源上面 有产生重复的投入 跟浪费的现象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四种 全球地区别的组织 好 我们同样看一下 它的定义 所谓全球地区别是指说 跨国公司它会根据 不同地区来划分部门 各个地区有一个主管 向整个负责营运活动的 地区主管来负责 属于同一个地区的 各国子公司 向地区主管报告 国外营运事宜 好 我们同样用这个图形 来做说明 在这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有三个销售的地区 分别是北美洲 拉丁美洲跟欧洲 而每一个地区之下 又有一个主管负责营运活动 那北美洲的话 它有包括 在这个例子有包括 美国跟加拿大 那在拉丁美洲的话 它包括国家 我们这边举的是 巴西跟阿根廷 那每一个国家 他们自己有各自独立的 生产 研发 行销的活动 好 那同样的 当企业你选择采用 地区别组织的时候 就会有以下的优点 第一个是 它可以就各地环境的差异 去调整产品的组合 它其实这样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迅速回应 各地区消费者的需求 再来就是 它会依照当地的法令 竞争者的策略 立即做出自主性的决策 所以是比较聚谈性的 那当你使用这样的组织 也有缺点 缺点就是说 各个地区都必须从事 产品的制造跟行销 功能部门资源 会重复的投入跟浪费 好 再来第二个限制是 各个地区都需要销售 不同种类的产品 因此销售人员 必须要掌握到 所有产品的资讯 好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第三个限制是 各个地区都有生产自己的产品 所以没有办法享受到 整合规模经济的效益 好 这是第四种组织别 我们来看最后一种叫做 矩阵式的组织 矩阵式的组织就是说 一种混合两种不同组织结构的 不同结构的组织 譬如说我们可以把地区别跟产品别 一起混合 或者也可以混合功能别跟地区别的 好 我们来看以下这个图形 这个图可以来说明 这是一个矩阵式组织的图 那采用 是采用以地区别来划分 以及产品别来划分 好 那这边的话 矩阵中的甲乙丙三位经理 他们必须同时向两位上司报告 也就是母公司的产品部门经理 以及地区部门经理去进行报告 那采用矩阵式组织的优点是 能够同时拥有产品别跟地区别 两种组织的优点 那它的缺点就是 每一个主管同时可能有多重的命令 会造成主管有双头马车的一个困扰 第二个是双重指挥的结果 容易造成决策实际的延误 好 那以上是我们对于今天 国际企业经营策略的类型的介绍 以及组织结构的一个初步的介绍 那同学课后可以再抽空复习 今天的教学节目到此告一段落 谢谢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